中国大陆有小学实施这个午餐分流 同一间教室呢 一排的小朋友先吃旁边的 小朋友只能够看别人吃饭 脸超丑 大陆一所小学防疫怪现象 小朋友都在教室吃午餐 面对新冠病毒怕飞沫传染 规定分流吃饭 结果出现一排小朋友吃得津津有味 旁边一排同学只能戴口罩干瞪眼 等下一题次才能吃饭 大陆高中生就比较自由 可以到学校餐厅自己找位子吃午餐 河南一所高中校方考量升学竞争 在防飞沫的分割隔板上 张贴满满的英数理化课文和习题 让同学边吃饭边温习功课 不高三了嘛 然后应该抓住今年二十边去学习 不少同学很喜欢学校这样安排 把眼前一片空白的隔板 发挥最大空间效用 吃饭兼用功不浪费时间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吃饭就专心吃饭才有助消化 现在却强迫一边吃饭一边做功课 一心两用不健康 到头来身体和学业都很难兼顾 福建厦门一所中学 也是把发给学生的餐券 印上中文诗词或英文格言 在网路上爆红 吃饭不忘学习 是好是坏 一样见仁见智 梁振平编译 吃饭不忘习 吃饭不忘 might 吃饭不忘了 吃饭不忘还 全部态 馅